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地平線期待黎明 哇 那一定是熊在隔壁 沒有沒有沒有 我黑魂的少年在隔壁你好意思 你黑魂不是跟我沒有關係 你黑魂打不已是也有味 你黑魂我最有印象就是那個兄弟 一隻重複的兄弟 欸我最有印象欸 你打不贏欸 打好久喔 他們兩個兄弟還蠻可愛的 那兄弟叫什麼名字 打...打還蠻久的 你不要跟我們 雙王子喔 對對對對對 你就是那一隻 雙王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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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雙王子哪一隻阿 我死了124次 哪一隻阿 我有看過嗎 他是最後一隻王嗎 不是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過我打了三wszy後才打贏 那我聽你講過 可是只有最 最強的王不是 物明王子 最強的就是無名王子 那...那所以她是最後一隻王沒有錯阿 不是阿 她最後一隻王是誰阿 最後一隻網沒有比較強 那是中間的網比較強喔 嗯... 玩熊玩熊阿姨喔 這是狐狸欸 玩熊吧 狐狸騎牠 哈哈哈 所以沒有玩熊啊 千鳥一直欺負人家龍龍 好像有龍龍 那就是龍龍欺負我 對啊 怎麼可以欺負龍龍 欸! 哈哈哈 金屬對抗肉身 欸 感覺就會失敗啊 這感覺就會跟我們這個世界觀有點關係喔 欸它旁邊那個機器好可愛喔 這以前人的機器嗎 這是平板的概念嗎 類似吧 而且好像更厲害 你看那套全向走移 可是所以這是他們手上拿的喔 以前人的 所以是他們現在 照理來說應該是他看到這個東西 有辦法看應該是要這個東西吧 還是他撿到這個 應該是撿到吧 那為什麼他不自己拿來用 可能沒有用啊 他就是這個儲存 儲存 好啊 不能用喔 好爛喔 然後我們具現 藍色體隊長解雇通知書 這什麼 通知書啊 你幹嘛問著自己 沒有啊 他們對戰 這應該是 喔 摔腳啊 超級熱血職業 摔腳賽 挑戰人生體 隊長 繼續出手 但是人類的肌肉有辦法 擊敗 柴克 蓋 略特 經理邪惡的機器打手 解雇通知書嗎 誰會被雇用 誰又會被開除呢 無論你在現場 或是以全向方式體驗 都會是資料損毀 什麼東西啊 看不懂 太快就損毀了 太短了吧 沒有啊 我怎麼看不懂 他在輸賞 就是 摔腳比賽 但是他是 人類跟 跟機器人 去打 去打 打 那應該是機器人會贏了 對不對 資料損毀 你也不知道誰贏啊 我覺得如果有一定 有一定的規則 其實不一定都會是誰贏吧 不然怎麼好看 最後的王叫新王的話 你有打過嗎 有啊 我全部都打過 我才會破壞 那為什麼是新的王 喔 沒有他在說最後的王 對不起 熊的什麼的 我累了 我可以繼續叫原位 不行 不覺得這邊峽谷的星空很棒 我覺得星空沒有很 沒有地上的草漂亮 我覺得那個亮晶晶上面好玩 我喜歡這邊的星空 我覺得那個要再亮一個 我喜歡這邊的星空 喔 原料飛過去了 剛對我們家聖地的星空 我媽 是我覺得這個 就有一種天 那個 就是空氣不好 所以灰灰的 是這樣子說的嗎 沒有啦 從突中 至上最高的萌萌凶豬 雖然已在人類的世界 而生活了好幾代 還是無法理解高中的人類 你也消化了 嗯 希望 欺負你 明明就是星王 不是星王 沒有玩過遊戲的人 不懂啦 有差嗎 反正只是一個N跟一個O的E 有差啦 就不一樣咧 所以是真的有一個叫星王 一個叫星王 沒有 那你幹嘛 什麼我幹嘛 欸那什麼在水游泳 人家沒有你的啊 剛剛那隻啊 喔他可以堵在裡面喔 他是鱷魚咩 好可愛喔 鱷口送啊 鱷魚喔 出來跟我玩 欸他其實有蹤跡的欸 我以為是鱷口欸 是鱷口 我有講了這麼不標準 就是因為你 欸那個魚喔 對啊 我以為是鱷魚咩 總之遊戲裡面有一個火焰 目標就是讓火焰繼續燒下去 方法就是成為世界的王者之後 把自己當作星材燒掉 好不好好不好 他的故事你到底怎麼懂 我玩完之後也都是要靠你們解說 才會辦法理解 因為人家玩很久 欸他在抖水 他水是金 那個叫金金 這樣金金 不是不是 他不是嗎 拿他的尿嗎 那是他的兵 對啊 你根本打他啦 那邊都要擬 我還在觀察他啊 你幹什麼 因為我過之後他就打我 他很兇欸 所以你是要往那裡走 對啊 你是要往左邊嗎 那路好長喔 那一千多公尺 一千多公尺要走到很遠 他好可愛喔 你根本遇到人家 哈哈哈哈 這隻腳不怕什麼 他過來就不可愛了齁 不會啦 都是你第一個先殺死他啊 你好厲害 他這麼兇 他那麼慢 我覺得他快了 給他慢動作感 就很像熊子 啊 你要死了 他有太陽能板耶 對啊 像他很強 對啊 他真的是太陽能板的那個 啊 你要死了 啊怎麼辦 他跑回去啊 他掉到水裡 讓他衝過來 然後掉下去 回不去了 他才不會了 應該有路飛回去吧 玩過也看不懂 正常的這個遊戲就是這樣 所以還是要去特別導致掉的一種概念 啊為什麼你懂 看不懂就當爽game玩過去就好了 啊 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類似刺客啊 我覺得這類似刺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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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黑魂 所以不喜歡的地方吧 因為它整個還滿好玩的 但是就是 沒有劇情 可是 我很呆意有沒有劇情 刺客也是差不多啊 你就是我看 刺客有劇情好不好 看不懂就是 就是去找那個什麼 刺客危機 所以我相信應該會有黑暗靈魂的威脂版 我都知道他們怎麼會懂 你看他都是去看上網路的解釋 然後你趕緊他前進那個 什麼都懂 那怎麼覺得又引來他的火火瓶版的東西 對啊 欸他會掉亮晶晶 你覺得那不是水嗎 我覺得那是水 他透視了 我是不會亮晶晶 可是他就冰屍了 冰屍的桶都掉起來了 人家好可怕好死 刺客的距離就是他所有會動的時候 才不是 沒錯 連平民都不可放過 每個人都不能殺平民 殺平民還是可以殺 不行啊要失去重複 失去重複再重來啊 但是你還是可以殺 你可以殺完之後再重複 刺客不是這樣 你殺完之後 他要平民再打一次 可是這樣就不好啦 沒關係啊 我們東西都撿不起來 你先去賣東西啦 你真的要先 我現在去啊 真的啊 所以你現在要去那個 我去商店啊 你就不要你那些怪獸一直走就好啦 就是說 就會打我 因為你跑跑他們就打不了你了 就好了 這邊的怪獸比較兇 他不像聖兵那邊啊 那怪獸會追很遠 欸 遠距攻擊也會打到我啊 雖然世界已經要被聖騎 聖騎士團統治了 但我還是要先開個寶箱啊 你幹嘛這樣啊 收集個羽毛 剪個文件之類 沒錯 就是千老刺客一定要幹掉心情 哦 而且他在玩主線之前 人家先把所有的直線去剪完 還還願意去破主線 對呀 這就很奇怪 這就是完全沒有辦法殺平民的吧 可以 可以吧 可以 我印象中就是殺了之後 你失去同步再等重新連步 你殺一個他會跟你說 你的主線沒有殺平民 你殺再多殺幾個他就會告訴你 你失去同步 那個 你的賣商家在哪 我在附近啊 我已經到了 人咧 你等好久喔 人咧 他看到你就跑了 沒有啊 不是這邊啊 記錯位置 都已經長那麼沒有頭髮了 你還記不住他這大鬍子 你還沒有一起 可是UBI的遊戲我玩過都這樣 解主線之前要先把所有物品先收集完 可是收集完再玩主線的話 好啦 自己玩其實這樣還好 就會想收集這樣啊 自己玩我也會想收 可是玩給人家看的話這樣很無聊 可是 收集才知道怎麼背景了 我很好奇 如果這款遊戲你玩完 你可以把它的背景說多次 我不曉得能不能欸 因為我覺得她沒有辦法 我覺得她就是一種沒有很大的劇情 我覺得她的劇情大概到前面搖了一層 她怎麼就沒了 沒有好不好 怕你玩那麼久 你也有覺得 我最怕去植木城 到現在我都還沒到 你還沒到植木城 你都幾集了 你都50集了 你還沒到植木城 因為去主圈也太久了啦 對啊 難怪大家都睡覺了 你在幹什麼 火線獵殺 5 要怎麼念 怎麼 怎麼 怎麼車車 八塊 都是這樣 然後先收集之後 會很OP這樣 對啊 話說回來 這個遊戲的劇情是傻 你看我都不知道這劇情是傻 怎麼都這樣 這不是我的問題 簡單一點 像我解釋黑魂劇情一樣 解釋一下這個劇情是什麼 我真的最有印象的就是她的亞羅 那個亞羅伊在變長大之前 她小時候就 就是一個被放逐的孩子 然後爸爸帶她去找那個 萬母取名字之後 就開始 就長大 然後就遇到一些 那個 有人欺負她 因為她沒有媽媽 嗯 然後之後她就不小心掉到地坑裡面 然後就撿到一個 類似耳機的東西 然後她就 她被欺負之後 就發奮土產了 然後就為了想要知道 生事吧 然後她自己的生日之後就努力 然後她就一跳 跳躍就長大了之後 本來要爸爸救她 現在都不用爸爸救她 救她 然後就很厲害了 然後就成為你永遠的片尾 哈哈哈 你笑太傻了 然後 然後他們 製練的時候被打了 被打了之後 然後亞羅伊就丟下去 就受傷了 然後最可惡的就是 把她死了 爸爸死了 還有我還沒講完 爸爸死了之後 然後沒有把她租給她 哈哈哈 不要再租了啦 她沒有租 然後後來就丟到 丟到他們那個什麼 什麼萬福的那個 那個山上對不對 然後就告訴她 她其實是從另外一個地方 對 像美猴王一樣生出來 她是從門口出來的 然後她就 她就找到她媽媽 跟她長得很像 她有掃描到一些線索是 她因為她的長相 所以她被攻擊 然後測試跟她媽媽 有個媽媽跟她 就是 類似她媽媽的基因 對不對 類似她媽媽的基因 一個長的 再看一下 然後 基因緩合率很高的 沒錯沒錯沒錯 一個女生 可能是她媽媽 我覺得她媽一定是科學家 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 一定是百分之八十四個學家 然後後來就到 結尾就是 所有的劇情都到這 就沒 就沒有下位 就沒有下位 是 屁啦 全不是這樣子欸 什麼車車 喔 她是車子 她是哭喔 我以為是車車 我在旁邊 呃 所以你們要聽出來 我是在說車車 我其實沒有發現 你在說什麼 然後我就 我就略過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直以為 那款遊戲是車車 那不是車車遊戲嗎 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遊戲 因為我沒有玩過 喔 我一直以為是車車 欸我沒有發現 它是哭欸 我後來看那個單 嗯好像是哭喔 萌萌熊玩 這是萌萌熊怎樣 萌吧 噗萌 我只是看錯欸 對啊 我一直記得取名字 這樣取名字就把它 哇哭 然後就把它丟下去 好吧 明明就有 我現在為了 為了那個 要出來 什麼 有啊 你就成為那個 什麼死者啊 就是出來 可以跟他們 那個 對啊 可是你後來就沒有下文啊 你後來就是一直在幫你 結果 我要去植武城找歐靈啊 喔 你還沒到喔 對啊 哈哈哈 啊你終於要去了嗎 我已經久了 戰爭首領索娜 我就前進了這樣 老的索娜嘛 不是欸 就長的那個 跟肉差很多啊 那什麼 他那女生長得不好看 我有印象 他長的黑黑的 嘿嘿嘿 欸你幹嘛這樣 嘿嘿嘿 好嘛這樣 好嘛他講好不錯 嘿嘿嘿 他長的就長這樣嗎 嗯喔 他跳過一個瀑布 發現一個之外 桃園成為煤火 對啊 他是機器人和人類伸下來的小孩 他媽媽就是機器人的爸爸是人類 應該不是這樣 可是他沒有 他沒有機器人了 他沒有機器人的部分了 我覺得應該是兩個人吧 什麼機器人跟人啊 什麼是小孩 欸這邊的任務真的消失了一點 嗯 這款遊戲是絕地戰好 而且這款遊戲是絕地戰好喔 我一直以為這個遊戲他跟 名字是大不全 我之前一直以為 絕地戰好是那個什麼 這個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原子人的遊戲有沒有 是嗎 我以為絕地戰好是一個很帥的遊戲 欸這怎麼那麼大隻啊 這誰啊 雷琳娜 我上次有打他 你先拿去哪 你東西賣完了嗎 賣完了 賣完了 我相信這附近有個任務啊 可能被已經死掉了吧 啊可能改版之後不見了 哪有這樣子的 我怎麼知道 你要怎麼太糾結就沒了嘛 你幹嘛 你少打一個不好嗎 還是你要重開 我去把上面的靴打開好了 你怎麼知道去植物村 他叫之後 哦呦 植物村 一百集後會不會看到植物村 哈哈哈哈 不知道 欸你這樣會不會全部打完 然後最後都剩主線啊 其實我是 我是不想 過意不想去 那我有問題 你那個是不是等於 你會不會是主線還有一張地圖 然後這個是其中一張 你就把這個地圖全部打完之後 所以你要把很多東西打完 沒有沒有他就這一張而已 這一張 所以你如果把直線全部解完 你之後就只要破主線就好了 對啊 所以我最後一個 就是到後期的時候 會一連一罐的主線下去 那人家會不會在你前面之後 就被你枯燥乏味的那個 就走了之後 發現後面比較好看 有這麼無聊嗎 我探索的還蠻開心的啊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切腳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